HELLO 大家好,我是Niko 今次會做一個撞鬆的腐理鏈 這個圖紙是在網上可以買的 我今次會買這個圖紙回來 然後用3D打印出來再上色 首先買了模型 下載完的圖紙要放進切片軟件 我就用這個荔枝切片軟件 把文件放進去之後 就要調節一下它的角度 用3D光固化打印機 就需要多一點的技巧 但是軟件也有一個一鍵完成的功能 用多一點,失敗多一點就會熟能生效 擺放好角度之後 就有其他裸空的功能 就可以減少用這個樹枝 看到這個長頭髮白色是實心的 按了這個裸空 之後就會看到中間就會變空心 完成之後就可以增加這個支柱 然後就可以進行打印 設定、曝光等其他就不在這次裏說 打印完成之後就清洗和二次光固化 打印出來就像GK件一樣 我已經全部分好組件 補好這個分組件 在上色的時候 就讓它方便一些可以逐拍上色 然後再裝陷 3D打印的G柱 我都已經打磨好了 現在下一步就是把它上色 現在把它塑造出來 看看它的樣子是怎樣 就這樣看上來 素組完成 它的樣子已經很漂亮 它的臉其實都畫得很精緻 現在這個尺寸 我就是把它放大了50% 來打印出來 我現在馬上色 肉色的部分 我用這個噴罐 就會平均一些上色 大範圍的顏色 我都用這個噴窗 用噴窗就會平均一些顏色 底層噴了一層白色 就可以用熱一點顯色 再噴上的一層紫色 我就用這個水顏料 水性顏料沒有化學味 但是它的內掛性真的很差 用手指甲HiHi 顏色都會被刮掉 但我也是很喜歡用這個水性顏料 因為方便 水性顏料 用水性顏料 有時候會油得不均勻 所以可能要多油兩層 這樣顏色就會顯得平均一些 水性顏料 因為水性顏料 是在做1990度 用水性顏料 澈木 水性 專噴 收入 水性顏料 水性顏料 水性 衣服上的黑色都是用水性顏料上色 衣服上的寶石紅色就用透明紅色和紳色 現在畫眼睛是模型上最重要的一部份 如果眼睛畫得不漂亮 其他部份做得漂亮 其他部份都不太大 所以花時間慢慢畫和調整左右的對情 花工賣明 花工賣明 然後再做磨醬就差不多了 所有件都上好色 接下來將它組合 還有一些藍色的特效件 我都將它打印出來 再組合上去 終於上完色了 組裝完成了 這個模型就是上網下載的 我將它放大了50% 這個尺寸是150% 這個尺寸大概有30cm 做完出來的模型 看起來真的蠻精美、蠻漂亮的 如果不會做3D 上網下載 然後再用光顧法機編出來 都蠻漂亮的 用一隻透明的藍色比較深 其他效果上色都不錯 原本這個模型有拿著一個手提箱 不過我不喜歡這麼大的手提箱 所以將它拆了出來 原先我都打印了100% 但我覺得它的尺寸比較小 所以這一隻我沒有做到 之後就放大了50% 尺寸我蠻滿意 所以再上色 然後這個成果就是這樣 鍵帽真的蠻漂亮的 這個程度上我還未畫到 可能之後就會更加努力 去試一下畫些更加複雜的模型 如果喜歡的話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去下載 可以上網去買這個圖紙回來 然後用這個3D打印機 再印出來 然後自己上色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LIKE 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怎樣用這個3D打印機 上網下載圖紙 然後做這隻這麼漂亮的扶利鏈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下條影片推出的時候 就會通知大家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